現在連工商團體都出來講說 在擋疫苗的就是政府 那政府是不是實際上真的沒有這麼的無辜 而且政府一直行政院還有說 其實當時買疫苗都是以政府為單位 但是像慈濟這些民間團體去年都買到了 那他們也不是政府 那這連住也此外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件事情已經一年多了 現在再來否認去年的狀況 我覺得實在是有點 把去年的媒體報道全部調出來 做對照表就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有沒有黨 我再講一次自己最清楚 那如果你沒有黨就說清楚是為什麼的原因 然後又說是其他的外力 又說是我們內部有其他的問題 但這些工商界跟民間團體 他們都是碰到鬼了嗎 北市買了黑心快篩 然後昨天講完一個說如果他當市長的話 已經會把那些錢討回來 他是不是在質疑你 現在正在討 而且現在正在假扣押 這家廠商 他如果是黑心廠商他就已經脫產了 我們現在用假扣押的方式 還不見得扣得到錢 我不知道假扣押 有沒有用什麼方式 去討一個空心 如果是一個黑心空殼廠商 可能錢也討不到 所以這就是一筆爛帳 重點是為服務 為什麼當時會核准這樣的廠商來賣 而且他還讓他合格的來 讓地方政府也可以買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 這是一個中央沒有把關 那地方政府不是只有我們 是全國各地都受到的傷害 如果這個廠商沒有錢的話 我不知道他要用什麼 他要用怎麼樣去把他討回來 難道要找討代公司嗎 你怎麼看 民進黨黨員點數可以今天要再去討回 說28億的疫苗採購 是你跟市長的政治工具 28億的疫苗採購 從去年到今年到年底預算 其實在議會都經過非常嚴格的審查 也對外做過完整的報告 這個是編了預算 但是又去中央 我們昨天也希望大家能夠看一下 我們臺北市發函給中央中央的回航 他說他買了三千五百萬劑 他還說我們要比照鴻海交給中央總酬分配 台北市買疫苗當然希望給台北市民使用 如果這兩個原則不能達到的話 那台北市只能 加上中央已經說他買了三千五百萬劑 我們當然只能跟議會報告說 可能對於台北市民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才把議會打相關 這個是為誰而打造 沒有吧 如果買回來的疫苗不能用在台北市民身上 對台北市政府來說 我們當然會有很大的疑惑 所以我們當然是跟議會報告 公文裡面覺得很清楚 他要求我們全部交給中央指揮市民 對於市民來說 我們當然是要幫市民打官 因為今天你的時間是跟市長重疊到 所以外界有質疑說好像有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民間團體辦的跟行政不中立有什麼關係嗎 我們尊重主辦單位的安排 對 他想問一下因為昨天這個國民黨團有開啟 就會講這個市府要發這個禁勞卡 屬於660元 但是他們就質疑就是說 就好像是在為你的選舉有點在討好老人家 這個不是只有老人家還有愛心卡 這個是去 就是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當時很多長輩或者是我們的身上朋友沒有辦法出門 他的480元沒有用完 是整筆預算拿出來跟去年一模一樣的 是來回饋這些相關的愛情跟禁勞卡 跟選舉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在上個會期 應該就上個會期就已經跟議會有做過說明 我想大家都知道 大家不是還嫌660太少嗎 那現在怎麼又覺得660太多了呢 我覺得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它就是一個事實 去年我們因為振興 所以 各位這兩年都在振興 能夠用到振興的部分我們會盡量的使用 加上這個本來就是老人家的福利預算 還有生長者的福利預算 不是只有老人 所以愛心跟禁勞卡 他是同樣480元沒有用完的預算 回饋給他們 並不是另外變了其他的預算來 我想這個也不用做這樣的生長操作 大家都把人想的很邪惡 其實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台北市政府沒有要動這筆錢 也不會把這筆錢回歸繳回事故 就會直接回饋給到 回饋給老人愛心跟禁勞卡而已 可是市府又另外在這邊了 8000多萬來 因為你要算那個相關的額度 因為我們當時編的時候 不知道多少會剩下 大概抓一個金額 可是中間可能又有人用 所以他整個剩餘的款項沒有辦法確定 所以訂出一個 660元之後 不足的部分 會有一個追加 但是如果 錢 因為你 那是變動的 480點 每一天多少人用 其實你沒有辦法預估 所以他會是一個變動的預算 所以當時會說 抓一個 萬一不夠 可能會要動到一股份 但是大部分 是全部 因為這九成以上都是原來的錢 對 他是一個變動的狀態 現在李銀工議員他是指引柯市長他先決定 然後預算 然後批評他在前任一個 通口的教育中心 你怎麼看 就好奇怪 你到底要不要台北市政府做防禦 你要做防禦 也批評 不做防禦也批評 就是我們做了防禦 那到底大家是要防禦還是不要防禦 我覺得重點在於說 要防禦就扎扎實說說 柯文哲市長說 他如果要選2024年總統 他的副手描選兩個科系 是理工跟財經背景 那您是法律的 要不要幫我們主席講話 你是說什麼 他描選財經跟理工 這兩種科系的人來當他的副手 那您是法律的要不要幫我們主席講 我覺得財經是重要的 因為台灣幣結合是一個 與經濟是我們經濟命脈很重要 就是我們整個財經 也是台灣的優勢 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們之前的首長 其實都不太懂財經 其實對台灣來說 並不是最好 愛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 鮑魚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 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